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職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身邊的嘉賓 他就是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陳偉聰先生 早上 Jason 早上 Stephanie 見到今天的市場不錯 有一個升幅在此 現在恆子正在升156點 做著23626點 不如先問問Jason 對於後市恆子來說 昨天回了200多點 今天有一個升幅在此 你覺得這個升勢可否持續 見到恆子就沒錯 昨天回了之後 今天都叫做站穩一點 目前來講 都是十天線的支持位 支持力度是比較大一點 十天線現在的位置 大概在23300點左右 這個位置暫時來講 應該都可以撐一撐住 但是大家要留意 以一個比較基本的因素去看 始終你說這一陣的升浪 最主要都是由於環球市場的資金所帶動 即所謂的資金市 如果你說資金市的話 其實可以令到市可以不斷地推上 可以見關過關 但是一旦這些資金可能是流出的 這個市場或者流出的股市的話 有機會令到股市都會面臨一個 是比較大幅度少少的調整 還有都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你的市場如果累積升幅是越大的話 接下來的調整的幅度都有機會 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你說如果這些位置是高追的話 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必須要做一個風險管理 一旦指數跌穿了23300點 即大概是十天線的位置的時候 要心理準備 那個指數可以有機會進一步 下市分22700點到800點 即大概是20天線的水平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沒有貨的話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 在這些位置再去大手追入 反而等我先做一個短期的調整之後 在20天線左近的位置再買貨 這個直播率就會高一些 明白 Jason 不如這個時候 先解決一條Email的問題 這位朋友傳過來 想問916農園方面 它的買入價是8.27元 今天來說跟今天的價格差不多 現在正在8.28元 他想問這隻股份 應該是比較中線的持有 他剛剛看到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農園拿到江蘇20萬的項目 想問會不會這個消息出來 對於它的股價方面 有一個利好的刺激因素 看回今天農園也有輕微的升幅 還有現在是說農園本身 就是國內造型風力發電的 剛剛五中全會閉幕 他在這個會議上其實都是提到 接下來2015年以內 都是著力發展一個所謂的 即是新興的產業 而其中是節能減排和新能源 都算是納入了這個新興產業範圍之內 所以說中央政府會有一個大的補貼 去補貼這類的業務 農園電力都屬於中國最大的風力發電商 照計那個業務本身是不差的 但可能是不少的家庭觀眾 或者不少的投資者都可能會問到 為何近期或是由八月初到現在 大市不斷地升 但農園電力的股價都一直停滯不前 最大原因就是要留意 它本身是產電方面沒有問題 即是本身去用風車 真的透過風力去產生電力出來 這個過程是沒有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產出那些電力之後 怎樣去運送去一些中端用戶 中間經過一個在電網傳輸的過程上 這個就出現很大問題 因為現在國內是普遍的電網 都是由中央自己去營運 始終都未被私營企業去營運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個企業 如果本身是由中央政府 由政府自己去統籌營運的話 效率自然會低一點 所以現在是國內發電 無論是新能源發電也好 或者傳統的火力發電也好 遇到最大的問題都是網絡濟濕的問題 即是你說是有些電出到來 但問題是電是傳送不到去不同的省份 或者不同的用戶那裏 所以變相都令到 這隻916農原電那個盈利 一直都是受制於這方面的因素 目前來說如果你看短線的話 都要等到去突破 初步阻力位都是先看回8.52 一旦突破這個位置 比較中線的目標 有機會上回9.5 但如果你說看中長線的話 我始終都會覺得中央政府 在未來的五年之內 都應該會著手 改善國內的電網系統 在這個因素的支持下 我相信中長線持有絕對沒有問題 即是這位朋友 現在現貨的價位的時候 都拿著都不是一個擔心 沒錯 明白 Jason 電話旁邊有位麥小姐已經接通了 不如先解答問題 麥小姐你好 早上Jason 早上主持 早上 是早上 我想問一問3933聯邦細約 我想知道這隻是否曾經批個股 和這隻是否有儲鈾 我想買些什麼價位可以買 嗯明白 不如先看看今天聯邦細約的造價 有沒有跟回大市升幅 今天來說是15.36 有微微跌幅 會否這個時候入市,還是再等它下一點入市是一個好一點的時機 先回答麥小姐的問題 這隻股票的確在九月尾的時候 曾經批過股,以及他們的主席曾經減持過套現 但看回股價的反應,大家可以看回圖 麥小姐可以看到,在九月的時候批股那一段 曾經的股價有一段是挺大的跌幅 那時候最高的價格是17.3左右 他一宣佈批股之後,股價曾經落到接近15.3,即跌了兩元 但你見到近日的股價,其實已經慢慢回穩 接近15.5至16元左右的位置 我覺得之前那次的批股,其實問題不是太大 一來的壓度不是說十分之大 二來本身是批股的其中一個目的 都是希望用來發展本身的業務 因為本身聯邦製藥在國內製藥方面 集中在一些盤利西林,即是抗生素的藥物 以及一些是宜倒數的產品 這兩方面的藥物在國內的需求都是非常之大 還有接下來是十二五規劃一旦是落實的 他相信這些是所謂生物製藥的其中一個範疇 都應該會納入成為中央補貼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加上就說遲些是中央的藥物名冊出台之後 相信聯邦製藥那些藥品都會被納入為一個補貼的藥品之內 我相信整體那個需求應該都會不差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是想著是中線去看好這隻股份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在現價這些位置 可以是小小的買入回 那股價如果一旦是突破到17.3的話 我相信六個月的目標價我會看這隻可以上回20元上面 那我想問這樣這些股份可不可以中線持有呢 會不會是都算穩定的 這些不是比較炒股呢 是不是 是 沒錯 其實看回這隻 雖然波幅可能都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會覺得作為中長線持有是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本身現在國內是發展一些是藥品 是一個是很重點的項目 還有就是本身這隻藥廠做的那些藥是真是 國內的需求是非常之大 同時從事都是一個上游的業務 那所以我會覺得本身就是 一隻是基本一數是非常之不錯的股份 所以你說中線持有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會不會說四環上市會不會炒得結實呢 我看的機會都有 因為其實大家做的方式到幾次 大家都是從事一個研發和製藥方面的業務 都偏向上游的業務 所以如果你說市場看好四環的話 相信都有理這類的上游的醫藥股 是可以炒回一陣 應該都搞了給你問題 多謝紐小姐你的電話 多謝 Jason 見到今天有些比較大的股份 動物都比較多 譬如港交所方面 今天都升了近2% 做180元 我想問一下 近期來說 市場的成交額很大 很容易就過到1000億 想問一下 這一隻 短期來說 有沒有真的有機會上到200元 近期來說 除了你說成交比較大 令港交所的股價上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本身很多新股都接力上市 包括AA 就是以一個很巨額的形式來香港集資 我相信也有機會是港交所股價再上 第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要看186元這個價位 如果你說不能夠突破這個價位的話 短期有機會才調整一陣 明白 即是投資者可能要看一看 不要那麼心急入市 稍後回來 繼續是Jason做職場教導資 有問必答的環節 不要走開了 稍後見